12月3日与中国航天任务紧密结合 象征中国当代瓷器艺术与时最近的画时代艺术军品 中国太空发廊彩凤舞龙腾天球瓶 下称中国太空瓶终于在北京山水美术馆 结拍了神秘面纱 与广大关注中国航天事业 今后和瓷器艺术发展的观众们见面 3 2 1 这次经历了近400天的筹配论证和研发的中国太空瓶 再经历了设计宝随神舟11号飞船搭载与返回 紧密鼓的付诸制作之后 终于以实物的形式影响广大的太空事业关注者 和瓷器艺术的爱好者们 据悉中国太空瓶的策划创意设计研发制作等工作 是从2015年10月开始启动的 得到了中国故宫国务院中央美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艺术机构 和相关文化艺术企业的广泛参与 并邀请了诗书化名家教授 以及工艺艺术大师参与创作 中国太空瓶经过多轮设计修改 以及百鱼器的烧制试验 突破了多项技术难关 最终烧制成功 著名陶瓷专家贵工博物院研究员叶佩兰 中国国家博物馆艺术品建议中心主任岳峰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中国古陶瓷协会理事冯小琪 和本瓷器艺术领域耳熟能强的大师 均参与了这次见面会 与会的专家们详细介绍了 中国太空瓶的艺术价值 领时价值和收藏价值 并认可中国太空瓶是 中国陶瓷艺术与中国载人航空文化 完美融合的重要标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